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巴赫木特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截止是12月30,当地时间的中午12点 巴赫木特方向的瓦格纳雇佣兵突击分队 在乌克兰武装部队防御攻势 也就是奥布特内这个方向发动了进攻 这次进攻的主要的地点是在靠近奥布特内的伊里奇大街 在这儿,这个方向的伊里奇大街大家可以看 这实际上有一个学校,也就是大学街 今天的战斗主要还是集中在奥布特内的市中心进行的巷战 那么乌军的坦克在伊里奇大街,在这红点这个位置,伊里奇大街 那么像周边的这个大学,大家可以看 大学建筑进行无差别的炮击 所以今天的战斗主要在这个方向 那么俄军也进行了反击 俄军出动的是特90坦克 所以在奥布特内呢,实际上双方进行了这个坦克大战 这是特90坦克,这是在巴赫木特战场和乌军作战的画面 大家知道特90实际上现在是俄罗斯最先进坦克 那么已经部署在奥布特内这个前线 在巴赫木特东北部呢,在皮德赫拉德恩这个方向 今天呢,俄罗斯的武装部队控制了第57旅 在皮德赫拉德恩的这个阵地 两个阵地 今天的战斗在皮德赫拉德恩这个方向 实际上呢,战斗还是比较激烈的 大家可以看啊 那么第17旅呢,在伯克罗布斯克 在这儿,伯克罗布斯克,在这个方向 在苏拉达尔南部地区 以及克拉斯纳哥拉 克拉斯纳哥拉 之间的连线啊 在皮德赫拉德恩这一线 之间的连线呢 第17旅的阵地啊 被俄军占据 也就是说,克拉斯纳哥拉 到皮德赫拉德恩之间 乌军的阵地已经被俄军夺取 所以现在东北部地区呢 实际上现在来看呢 俄军会逐渐的对索达尔形成一个包围 大家看到啊 未来呢,在索达尔的这个西部地区 俄军也会形成一个包围圈 包括南部、东部 在巴赫木特的东郊 巴赫木特的东郊 那么俄军呢 已经抵达了巴赫木特 这个西纳特工厂 西纳特工厂 全部的这个森林地带 已经穿过了森林地带 现在在西纳特工厂 已经完全控制 这个实际上呢 有一个水库 这个水库周边有森林地带 这是体育场 看到了吧 这是个体育场 那实际上现在的 瓦格纳工兵 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个森林地带 已经穿越森林 而且呢 控制了西纳特工厂区 这是现在在巴赫木特东部 在西南部 巴赫木特的西南部 在教堂区 以及库尔九米夫卡 这两个方向 西部的两个阵地呢 被俄军攻占 另外呢 乌军的第28旅的部队呢 实际上在这个方向 对教堂区 库尔九米夫卡 俄军的阵地进行了反击 那么最后被击退 所以现在在教堂区 库尔九米夫卡方向 俄军新夺取了两个阵地 这是在巴赫木特 公布的一些作战画面 大家可以看 所以现在巴赫木特室内呢 还是巷战啊 非常激烈的 因为乌军现在也出动了特种部队 大家可以看 那这是西南部啊 在库尔九米夫卡这个方向 那么在索尔达尔方向啊 索尔达尔方向呢 乌军的第128近卫步枪旅 现在呢损失惨重 那现在呢128近卫步长旅呢 俄军的俄军对乌军的这个俄军进行审讯 发现呢 128旅呢 实际上内部出现了分歧 一部分人呢 希望撤离 另一部分人呢 实际上坚决执行这个命令 所以过去一天啊 俄军呢 实际上控制了索尔达尔以东的乌军的观察照 所以很有可能 未来会在索尔达尔东部发起对索尔达尔的进攻 但是现在呢 在两个位置啊 一个在火车站的位置 一个是在这个主阶的位置 所以现在在东部啊 俄军也发动了新轮的进攻 控制了这个乌军的观察照 128旅现在已经被完全包围在索尔达尔 另外呢 在巴赫木特啊 在恰索尔达尔这个方向啊 俄军侦查发现呢 乌军呢 新增援了143人 补给到128山地突击旅 以及第111旅 所以现在的未来呢 在索尔达尔方向啊 这143人啊 将增援索尔达尔啊 是从恰索尔达尔方向啊 侦查发现的 另外呢 111旅呢 实际上在巴赫木特啊 所以乌军现在还在不断的向巴赫木特和索尔达尔增援 那这是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 除此以外呢 在巴赫木特呢 俄军呢 还公布了消息啊 击毙了波兰公英兵啊 两个人 两名波兰公英军 这两个人呢 实际上呢 根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 俄军公布的消息呢 他们实际上呢 是排长 负责指挥这个台湾啊 被击毙的这个公英军 他所在这个外国公英兵啊 公英兵的这个 叫外国国际公英兵团 他们两个人呢 实际上是负责指挥这个外国公英兵 其中包括日本人 以及台湾人 那这两个排 这个排长呢 实际上呢 是5号被击毙的啊 现在最新的消息 俄军呢 也从他们身份信息啊 获得了一些情报 我把现在获得消息给大家介绍 那么两个人呢 都是波兰人 41岁的啊 41岁的源 波兰的演员 叫谢尔灭特 他是81年 生在狄诺夫 根据呢 对他了解的一些 这个小时候的晚半介绍呢 他实际上并没有在军队 服役过 所以他并不是职业军人 他实际上是一个演员 14年呢 谢尔曼特呢 抵达乌克兰西部 而且呢 在那里呢 他研究乌克兰的哥萨克传统习俗 演员嘛 他实际上呢 对哥萨克文化 更有向往 所以在社交媒体中啊 他自己在社交媒体上 大量的出现了 哥萨克 这个前额 大家可以看啊 他这个前额 留这个长头发 哥萨克把两侧头发剃光 只留中间一个头发 就类似于这种 哥萨克特殊的头型 另外还有这个小胡子 他也留胡子 哥萨克的胡子 所以他是波兰人 所以他一直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 研究哥萨克 那研究的同时呢 他结识了在西部地区 利沃夫附近的乌克兰的 极右翼运动的一些参与者 随后呢 他参与了这个激进组织 那么他在乌克兰呢 实际上有一个私生女 比如当地乌克兰的 亚努斯 有一个私生女 在乌克兰呢 生女以后呢 他自称自己叫哥萨克 所以呢 一直生活在乌克兰 那么他呢 15年的时候呢 是在一个马术剧院工作 16年呢 他移居到英国了 17年到19年 他就读于英国布莱顿 独立戏剧学院 20年呢 他主演了几部啊 由谢乐指导的电影 那么他呢 还学会了中国的武术 包括巴西的柔术啊 MMA 他实际上都有 都有涉猎 22年2月 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后呢 这个波兰人 带着女儿 从乌克兰 把他女儿从乌克兰 接到了波兰 那么3月8日 他又返回到乌克兰 与这个国际军团签约 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就和这些日本 台湾的这些工兵 有了交集 那他在 Instagram和Facebook上面的 社交媒体 留言的显示呢 他表示啊 他将与俄罗斯人作战 通过击败俄国人 来停止战争 5月底呢 他担任了排长 5月底 他就升任排长 一个演员 能升任排长 大家可以看 这个外国军团啊 就这个台湾人 日本参与的 这个外国军团啊 他的整体水平 这个人呢 实际上会武术啊 会武术 会柔术 没有作战经验 但是最后当了排长 你可以想象 这个阵亡率啊 他呢 主要指挥的 这个牌呢 有来自于哥伦比亚 智利 日本 台湾 法国 还有美国的一些共军 夏天时候呢 谢利梅特呢 还接受了波兰电视台采访 讲述他在哈尔科夫 受伤的经历 他在波兰媒体上 公开表示啊 他杀死了一名俄罗斯人 并带走了俄罗斯人的对讲机 并监听了俄罗斯人 通过对讲机下达的命令 他对媒体表示啊 他们一行12人 最终只有两个人存活 其他人呢 要么站死 站死在这个哈尔科夫战场 要么已经逃走了 让我之前说过啊 现在在整个的顿巴斯啊 在巴亨特方向 实际上呢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角落场 就是在巴亨特啊 你不管有没有作战经验 你进去以后 实际上呢 你存活的时间非常短 这个巴亨特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俄乌双方都在这个巴亨特方向集结了重兵 你可以看啊 这是俄罗斯方面公布的巴亨特方向 乌军的这个作战番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已知的乌军的作战番号啊 这乌军在整个巴亨特方向 你可以看啊 集中的这个 集中的部队啊 57旅 53旅 这是第四 领土防御率啊 24 25 23 你可以这样翻号啊 这还有亚素营 看到了吧 阿造 亚素营 所以你可以看啊 乌军实际上在巴亨特方向集中了大量兵力 那瓦格纳公英兵 你看瓦格纳公英兵 在这个巴亨特方向 与整个乌军的主力作战 所以可以看 巴亨特就是个角落场 那你像这些雇佣兵到达了巴亨特 像这些波兰人到达了巴亨特 实际上呢 很快就会被消耗在里面 因为巴亨特现在集中了全世界现在最危险的武器 最厉害的狙击手 双方都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毁灭能力 所以士兵到达巴亨特 在这个巴亨特进行巷战 实际上呢 就是拿 我觉得就是拿生命 拿生命在填这个无敌洞 你不可能活着离开 俄军为什么使用这些瓦格纳雇佣兵 这些从监狱里面 这些死囚 这些黑手党 他知道这个任务实际上有去无回的 所以使用这个瓦格纳雇佣兵 这些罪人 犯人 那乌克兰呢 使用这些雇佣兵 使用这个波兰 台湾的 最搞笑的是台湾的 这当炮灰一样 给你填到巴亨特这个 无底洞 绞肉机 还有一些日本人 所以我还是强调啊 这个 现在你前往乌克兰作战 实际上呢 很大的可能 不会到一周的时间 就被俄军击毙 所以我也跟台湾人讲啊 实际上台湾很多人还在想 是不是要去乌克兰参战 你可以想一想 你可以想一想 现在整个巴亨特的情况 千万别看到台湾媒体给你介绍啊 台湾的被击毙的那两个人 是英雄 是吧 致敬 真的热血 热血 热血沸腾 跑到乌克兰去作战 不用一周的时间 不用一周的时间 你作战再丰富那个经验 你最后到巴亨特还是被消灭 这是世界 现在是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巴亨特 那这是今天呢 在巴亨特方向啊 现在俄乌双方最新的一个消息 现在在白欧斯边境啊 也有一个消息 我后面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白欧斯的情况